我觉得挺好的 年轻一辈的又有点个性的 比如说少言寡语 是吧 甚至有时候不苟言笑 我觉得 我觉得对这个人物来讲 这个人物可以这么演 可以了 是吧 为什么十个手指的都要一般棋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这个电影最关键的是 每一个人物都不一样 哪怕端着红裤衫 洗裤衫 还有那个蒲玉演的 那个插个打混什么之类的 这每个人物都不一样 这就是这个电影 整个群体演员的一种成功 不一定非是每个人 都要说多少句台词 有多少情节才怎么样 最关键的是准确就行 我知道 但是我没想到 王一博去会演这个飞行员 看他的古装戏了 我知道吗 我说这孩子挺漂亮的 我没想到是他演 真的 是 好 稍等 谢谢大家